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示范城市 这是一个骄傲 是吧 文旅融合是当下最流行的了 比如说作为曾经新中国最大的电影工厂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旧址 现在就已经被改造成了一座专业的电影博物馆了 游客在这里既能够参观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史 同时又能够曾经在拍摄电影的影棚里 观看最新上映的大片 没错 除了维门皇宫博物院 长影世纪城 长春世纪雕塑公园 静月堂国家森林公园等等这些国家 5A级的旅游景区之外 还有了一大批规模大 品质高 创意足的文旅项目 都相继地投入到运营当中 有不少新生代的旅游景区和景点 这个文化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 是的 也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吉林的人 都能够在这里感受生活的诗和远方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大吉林 对 那今天的舞台上会有哪些优秀的选手到来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上场 有请 好 欢迎六位来到我们 你不知道的吉林的舞台下 欢迎 好 有邮报吉他的 有身着汉服的 各具特色 那么谁将成为我们本场的 第一位挑战者呢 马上有请系统为我们选出 我们选出本场的第一位挑战者 三 二 一 请 有请汉服少年来到舞台中央 玉书临风 风流梯荡 天天公子啊 站到他身边 我就有一种穿越回去的感觉 仰视才得以见啊 多搞啊 我差不多一米九吧 一米九 然后还带了一个 二十十厘米的帽子啊 来 谢谢我们大家 愿意去家里 传承汉服之美 弘扬传统文化 大家好 我是江江富 我来自吉林长春 我是一名资深的汉服爱好者 和汉服文化的推广者 同时也是汉服长春 传统文化社团的负责人 也是今天的汉服少年 非常荣幸能来到 你不知道的吉林这个舞台 为大家展示传统服饰之美 好 特别好 欢迎你 这个礼仪也是 对对对 表准的 咱们传统的一礼仪 其实现在 你看到越来越多的男孩女孩呢 都喜欢穿着汉服走在大街上 现在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 不是那么简单 这不代表一种文化 向父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作为你来讲 你为什么喜欢 那我们中国呢 是一官善国礼仪之邦 那汉服呢 也是我们传统文化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小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喜欢看我们的古装剧 然后再大一点 接触到咱们的传统文化 对我们的古诗词啊 经典名著啊 还有一些名乐啊 都产生很大的兴趣 对于我们的传统生活呢 也非常的向往 在我高中毕业之后呢 我前往了英国留学 在留学的过程中 我在海外遇到了很多 致力于传播咱们中华 传统文化的年轻人 我也加入到他们一员 在英国街头 当我第一次穿在汉服 走在伦敦的街头的时候 我感受到外国人 对于我们传统服 是一种羡慕 在他们一种非常羡慕 非常向往的眼光之中 我感受到了 来自于咱们民族 传统文化 深深的一种自豪感 他的言谈当中 真的可以感受到 他对于这种汉服的文化 特别的喜爱 这种痴迷啊 我也想问问汉服少年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今天的这身形头 我主要今天穿的是 参考咱们明代的一个穿衣风格 和服饰体系 那我现在头上戴的呢 就是唐巾 然后身上穿的是一件道袍 然后腰上记得这个叫做戴钩 然后脚上穿的是一双造靴 怎么叫做道袍呢 这个道袍 比较好 知识文化水平比较高的 富家风格 对 像我今天穿这一件呢 是装饰有这个云间 通袖蓝 和这个西蓝的这样一件道袍 然后以云鹤作为主体的文样 那这种呢 一般在我们明代的时候 一般就是在出席一些 没有太大的场合 会穿的一种 级服的这样一个样式 所以我也是精心挑选了 这套汉服 来参加咱们今天的节目 也是对我们节目的 非常大的一个重视 也是它的华服 级服 很漂亮 今天跟C你一起来的 是不是都是你们 汉服的爱好者 对 这是我们社团的成员们 来 打个交互 跟大家打个交互 混混手 非常的美丽啊 今天你被我们选出来 作为本场的第一个挑战者 接下来你的任务来了 需要在现场的 其他五位选手当中挑选一位 我想选这位 追梦 赤子欣 我们来 认识一下 因为酷爱音乐 所以一直走在追梦的路上 我想在长春遇见你 春天里白花争旋理 身边就刚好出现你 一起走在追梦梦里 大家好 我叫李博 来自吉林长春 我自己是一名独立音乐人 平常呢比较喜欢写歌创作 今天呢有幸站在舞台上 也为现在的自己加加油 打打气 欢迎你 前面唱的一段旋律是你自己写的吗 对 是我写给长春的 旋律特别好 对 特别特别的好听啊 而且在追梦的路上 他一直在努力前行 现在呢也应该说是小有成绩了 出现在了各大的舞台上 包括和很多优秀的音乐人 也时常有合作 是不是 我和柯英明老师从台演出过一些 也是很实力派的女歌手 是吧 你为她呢独家伴奏 弹吉他 还有像春孟年华老师 还有庞龙老师 何老师一起有幸在台上 一块表演唱自己的原创曲目 太棒了 希望你早日啊 通过这些合作伙伴们的 穿针眼线也好 牵线搭桥也好 能够更多的曝光在大家的视野前 成为我们长春的骄傲 好不好 好 那二位呢今天都来到了 我们你不知道几连的答题赛场 不是唱歌那么简单了 有信心吗 有信心 相应是一种态度 要证明给自己 未来有自己的路 你不知道的几连 我来了 有请二位 步入答题台 二位选手做好准备 先抢优先答题权 三二一开始 汉服少年率先答题 二位选手做好准备 答题开始 请问世界第四历亚洲首历 室内全天候四季越野滑雪场是哪一个呢 A 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场 B 吉林市北山滑雪场 我选择B 吉林市北山滑雪场 正确 宗华江上有一种传统的民族活动 由宗教活动演变而来 早年间都用来祭奠放牌死难的人们 现在也成为了传统的民间文化 B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什么活动呢 A 放孔明灯 B 放核灯 我选择B 放核灯 那个时候啊 放牌是特别有危险的啊 放牌经常会出现 遇到险滩啊 急流啊 亲人死了怎么办 那么他们为了怀念亲人 就会在松花江上去点上一盏核灯 顺着这个小河漂流 气托人们对亲人的哀思 放核灯正确 松荣是世界上真心名贵的天然药用菌 请问他在吉林省内 主要分布在哪个地区呢 A 东部林区 B 西部湿地区 A 东部林区 正确 吉林省是人参的主要产地 请问人参 衍生的产品 主要包括一下哪一项呢 A 美容日化 B 盆栽景观 我选A 美容日化 正确 吉林省四平市有一道著名的传统风味小吃 一百多年前 由河北鸾县人李广中史创 肉呢 它用食余种中药一同来煮 大饼呢 用肉汤调成了软酥 便于夹肉 这是什么美食呢 A 针不同酱肉 B 李莲贵熏肉大饼 这要提我选B 李莲贵熏肉大饼 李广中的乳名是李莲贵啊 所以就叫做李莲贵熏肉大饼了 来继续听题 图中跳板这种游戏呢 是我省一个少数民族妇女 特别喜欢的娱乐活动 伴随着有节奏的踏跳 身着彩裙的少女 优美地在空中表演旋转空翻等各种动作 那你知道这个游戏是哪个民族的活动吗 A 朝鲜族 B 蒙古族 我选择B 蒙古族 蒙古族 你发现蒙古族有这种游戏啊 就这种翘翘板 小朋友都玩这个翘翘板 翘翘板 当鞦韆 都是朝鲜族特别愿意玩的游戏啊 就会知道了吧 好 由于我们的吉特少年回答失误 我们要给对方加上一分 继续听题 这是一道名人视频题 我们也特别请到了 我们吉林省的著名演员张小龙 为大家出题请看 分享吉林知识 弘扬家乡文化 各位万福金安 我是张小龙 欢迎您走进你不知道的吉林 在进入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以后呢 我发现影视行业内缺乏礼仪指导 拍摄过程中 有很多的礼仪方式用的都不太准确 于是呢 我就自己读研究生 研究古代史 带着我的团队 创造了礼仪指导这个工种 为很多的古装剧的剧组的演员 进行了礼仪方面的培训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甄嬛传》 那么您知道除了《甄嬛传》以外 我还为哪部剧担任过礼仪指导吗 张小龙也是我们的吉林骄傲 温太医特别出名 其实我觉得跟你这个汉服文化 有点关系是吧 A如意传 B步步精心 哪部剧也是他担任礼仪指导的呢 我选A如意传 这曲 继续听题 2020年9月长征11号运载火箭 在黄海海豫江 吉林1号高分03号问星 成功地送入到了预定轨道 请问这次是采取一箭几星的方式 发射的呢 A 一箭双星 B 一箭九星 我的选择是 B 一箭九星 我国的航天的技术越来越厉害了 是不是 一箭九星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长春亚太足球的一名运动员 是首位在美国顶级联赛进球的中国球员 并且呢 在2020赛季 凭借着11球的成绩 问顶了中甲金靴 请问他是谁呢 A 杨超生 B 弹龙 我选择B 弹龙 回答正确 出生于吉林省的著名书法家 郝又全 曾为长春电影剧片场书写字幕 珍草丽转无所不习 尤其呢擅长一种字体 这种字体呢 是宋徽宗赵吉创造的 这是什么字体呢 A 掩体 B 寿金体 B 寿金体 宋徽宗啊 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有文采 而且他创造了一个寿金体 特别的聚秀 而郝又全 就是临摹他的寿金体 在国内呢 是比较有名的 所以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龟徽石用途广泛 普遍用于建材 橡胶 塑料 绝缘材料 玻璃制品和高分子复合材料 今天手某地的龟徽石储量 占全国储量的40% 开采和加工规模 均居全国领先水平 有中国龟徽石之乡的美誉 请问这个地区是 A 长白线 B 梨树线 这道题我选择B 梨树线 恭喜你 回答正确 中国龟徽石之乡 就是我们的梨树线 祝贺你 所以我们的追梦赤子鑫 带走一条我们来自于敦化 富力橄榄石的保持项链 好吗 好的 谢谢 希望在更多的舞台上 听到你的吉他声 谢谢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原创音乐 谢谢大家 好 我们全场倒数三声 三 二 一 恭喜你 小战成功 来选择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礼包 我选择五号 你可以获得的是由 吉林省云陵野山深科技开发 有些公司便提供的 云陵野山深护肤品的套装 送给你 谢谢 好 小战一位选手成功了 但是才刚刚开始不要着急 目前场上四位选手 选择一个 欢迎试一下 你看看选择哪一个 左选绿正家人 选择了一个小美女 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王欣为 来自辽园 是一名职业律师 涉事毕业之后 投身于我热爱的法律事业 工作之余会义务帮助老年人 定例遗嘱 并调节老年人家庭内部纠纷 作为一名有温度 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是我一直奉行的原则和态度 今天呢 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展现我们吉林法律人的风采 其实你看我们知道 律师很多的时候 是在法庭上 义正言辞 为辩护人呢 争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然后你的工作当中 其实很多的时候 是在做调解 尤其呢 是为很多老年人做调解 是这样的吗 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想用一己之常 回归社会 帮助老年人的子女 和谐继承 文明继承 同时呢 也是变相地 减少社会矛盾 给老人提供一些法律意见 让老人的遗嘱合法有效 同时呢 也让这些弱势群体们 感受到社会的关怀 有没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 因为做这种家庭调解工作呀 很有可能 就会有这种 费力不讨好 或者是呢 对方会觉得 你是站在那个立场上 对 你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上 去想问题 经常会有 因为在做调解的过程中啊 其实大家都处在一个 矛盾的相对方 那我在这个其中啊 有的时候会做 温柔善良的大姐 有的时候会做 乖巧董事的小妹妹 让她们尽量地 把情绪放缓 除了这个时候 运用她的法律知识之外 还有就是她的细心 耐心得拿出 军委会老大妈的 那个劲来是不是 对 那我觉得 纠纷在你的调节下 大家都和气了 真的是很有成就 也很欣慰的一件事 对对对 所以也觉得她在 年纪轻轻做了一个 很有意义的事 对吧 加油 那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面对我们汉服少年的挑战 有没有信心 有 以至公无私之心 行正大光明之事 让公平正义的阳光 洒进每位百姓心中 还得扣我们这一代人的 真诚和热情 你不知道的吉连 我来了 说的质地有声啊 究竟这一轮的厮杀 谁胜谁负呢 有请二位 不如答题去 也请 首先请二位选手来抢夺 优先答题权 三 二 一 开始 由于我们的绿正家人 抢答违规 所以这轮由我们的汉服少年 优先答题 选手请准备 答题开始 吉林省有一座城市 深的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是我国三大天然药库之一 是全国第一个被命名的 中国医药城 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A 松原市 B 通化市 我选择B 通化市 通化市 回答正确 农历的二月初二 传说是龙王抬头的日子 请问这一天的习俗是什么呢 A 剃头 B 走百步 A 剃头 二月二总抬头嘛 对吧 回答正确 2008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授予吉林省文春市 什么称号呢 A 中国东北虎之乡 B 中国白鹤之乡 我选择A 中国东北虎之乡 文春 东北虎之乡 回答正确 东北话的语音特征鲜明 请问经常将生母 语图成什么呢 A 生母 E B 生母 我选择A 生母 E 举个例子 幼 吃幼 我们东北有时候 经常会说吃幼 对 是吧 还有的时候比如说说 把这东西坏了 别要了 扔了吧 扔了 会说扔了吧 我们东北方言当中 经常把这个生母 有时候是变毒 那一般都会换成 呢 乐或者是一 所以你的答案是一 回答 严编朝鲜族自治州 有很多的美誉 你知道包括下列哪一个呢 A 足球之乡 B 琵琶之乡 我选择A 足球之乡 严编足球之乡 赫赫出名 回答正确 下面是一道明日视频题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我省著名的民俗学家 曹宝明老师 来为大家出题 请看 大家好 我是曹宝明 分享吉林知识 弘扬家乡文化 欢迎走进 你不知道的吉林 说的东北八大怪呀 大家一定耳熟能详 什么窗屋子胡在外 狗屁帽子头上戴 随着咱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啊 也都很少见了 不过一到冬天 大缸小缸鸡酸菜 还是少不了的 而且啊 鸭酸菜的大石头 一定少不了 有的还把爷爷那里辈儿 留下的大石头啊 留着 换一块石头 就觉得没那个味儿了 那么这块鸭酸菜的大石头 有啥作用呢 这块鸭酸菜的大石头 有啥作用呢 A 节省腌菜的时间 B 防止菜叶子腐烂 我选择 B 防止菜叶子腐烂 用很大的一块石头 把这个白菜啊 使劲地往前压 减少里面的氧气 然后就会 没有氧气 它就不会那么容易腐烂 所以你的回答是正确的 吉林省四平市拥有 两个国家级火山自然保护区 请问分别是 一通火山区自然保护区 和什么呢 A 龙岗火山群 B 山门终生带火山群 我选择A 龙岗火山群 没汉 回答错误 四平 山门终生带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它成立于2000年的9月 2013年12月25日 晋升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它属于地质遗迹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主要的保护对象 就是中生带白恶级流魂 年特殊的火山地质动靠 以及典型的火山地贸质 有点超级的 这个约了 很遗憾 所以在这里要给我们的 绿正佳人下一分 下一题 蒋祝英是中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 1982年 她由于过度的劳累并且恶化 不幸在成都逝世 中年44岁 请问她生前是在长春哪里工作的 A 长春光机所 B 吉林大学物理系 我选择A 长春光机所 长春光机所 回答正确 在长影出品的电影《甲午凤雲》当中 扮演丁如昌的演员 曾任长影演员剧团的副团奖 塑造了很多难忘的形象 比如话剧 阿Q正传 电影《马兰花开》 英雄儿女等等 请问这位演员 她是谁呢 我选择A 普克 回答正确 刘建峰是奉命全面科学考察 长白山的第一人 因为长白山天池十六峰命令 请问以下哪句诗 从他的手笔吗 我选择B 白山依旧白云峰 刘建峰在《白山既有》当中 有一句诗叫 看罢归来为首顾 白山依旧白云峰 就是描写的 长白山上终日白云不散的 这样美丽的景色 所以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918事变之后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 第一块农村抗日游击 根据定是在哪里 A 韩石红石喇子 B 基安老岭 我选择A 韩石红石喇子 公信 回答正确 红石喇子 吉林市龙潭山有一座台坊 额扁上写着 一楼则洽 其中的一楼指的是 中国古代的一个少数民族 来源于宿舍 请问一楼是今天哪一个少数民族的祖先呢 A 王国中 B 满族 我选择 B 满族 一楼则洽洽 那这四个字呢是清朝的光绪皇帝 意思是先祖恩责广大 期望顾佑先祖发祥的故乡敦目祥和这样的意思 那既然是清朝的皇帝 所以一定就是 满族 满族 恭喜 回答正确 7比5 好 展示了我们的汉服少年 成为我们新的挑战者 好 祝贺 祝贺 那在这里呢也要挥挥手和我们的汉服少年 说拜拜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盛装出席 而且呢也带来了这么美丽的亲友团 对不对 掌声送给他 同时一条来自于东方化的富丽格兰石宝石销链 送给你 非常感谢能来到今天的舞台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有机会更加地了解汉服文化 有一天也能穿上汉服体验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你 来准备好了吗 3 2 1 掌声送给我们的绿正佳人 成为我们新一任的挑战者 对啊 小姐姐走起路了 也是抬头挺胸 非常的有气质 也很有气势是不是 挑战之前选择一个礼物送给你 我选3号 你可以获得的是由凯尔空调为你提供的 海小睡乳胶枕一个 送给你 谢谢 好 你的挑战 即将开始 来看一下场上的三位选手 爱在吉林 书办我行 青春快乐 我选择青春快乐 反正她是觉得主要是年轻了的话 就应该是比较好对付 主要是好看 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 好看 青春快乐 大家好 我叫王林慧 来自吉林长春 现在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一年级的学生 今天很开心能站在知识的舞台 和大家一起分享家乡的文化知识 欢迎林慧 对 是就读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对 再读博士 厉害厉害 不仅仅是博士 对啊 而且人间前不久在世界小姐选美大赛中国赛区当中取得了第五名 而且不仅如此 人家还获得了世界搏击小姐大赛 取得了冠军的 这么厉害吗 看她的样子文文弱弱的 真的会打吗 她也是一个选美大赛 比较综合类的比赛 而且据说因为获得了奖项 经济公司想要跟她签约 比如说走上艺人这条道路 但是她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 而是继续选择了独博 来到咱们吉大独马克思主义 不辜负每一份热爱 是我一直以来的做事态度 谋特和选美是我最大的爱好之一 出去走走 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增长了见识 但我更喜欢脚踏实地 不断学习带来的这种踏实感 在大赛上脱颖而出 离不开教育对我的滋养 也离不开平时的知识和储备 我觉得知识是改变命运的最好的途径 我也特别感谢研究生期间 能遇到一个很好的导师 他一直鼓励我 一直培养我 然后也是我更加坚定地 选择独博这条路 然后我也希望 今后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来回馈我的母校 回馈这个社会 挺踏实的一个鼓掌 是的 现在呢 他拥有青春活力的美 但是他更希望 自己的这个美 能够是深沉的 能够长远的 我们更加期待 看到一个内外兼修的你 加油 好 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看到了 霎爽英姿的王律师 面对他的挑战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精彩新双 此刻当行 你不知道的吉林 我来了 好 有请二位登上答题区 二位选手做好准备 先抢优先答题权 三 二 一 开始 我们的青春美少女 率先答题啊 二位选手做好准备 答题开始 西江大米历史悠久 清朝咸丰皇帝 曾经封其为御用的贡米 每年定量缴纳 请问西江大米产自 吉林省的哪里呢 A 通化石 B 吉林市 我选择A 通化石 正确 请问长白山天池 它属于以下哪种湖呢 A 淡水湖 B 咸水湖 我选择A 淡水湖 正确 清末和民国年间 闯关东的人呢 主要来自于三个省份啊 你知道是哪三省吗 A 山东 河北 河南 B 山西 陕西 安徽 我选择A 山东 河北 河南 我答这个题 请问吉林省哪个市 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 国家碳纤维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A 长春市 B 吉林市 我选择A 长春市 长春呢 咱们是科技之城啊 现在非常厉害 碳纤维呢 它主要是化工类的 吉林市 吉林化工更有优势 所以我们这个正确答案是 吉林市 好 由于我们小律师姐姐 回答错误 我要给对方 我们的女博士加一分 酱啊 是东北饮食的重要部分啊 请问东北地区的酱 通常是用什么做成的呢 A 土豆 B 大豆 我选B 大豆 对 大豆酱嘛 豆瓣酱 回答就选 请问中国大陆 第一条青轨线路 是长春轨道交通几号线呢 A 三号线 B 四号线 我选择A 三号线 三号线是 国内首条开通运营的轻轨泄漏 它是2002年建成的 非常早啊 而四号线呢 它是2011年开通的 要早了好多年了啊 所以你的答案是 来 支持一道视频题 请看 虽然同样准备了各色美味的家常菜肴 但火锅还是崔秀琴家饭桌上的主角 明天初一咱们又都长一岁了 今天晚上看崔岳吃点啥 多吃点 白饭 来 来 等我看会儿 来 下吃点吃一下 下吃点 好 我们看到了啊 视频当中呢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创作的电视纪录片啊 从2015年开始 连续六年在春节期间 登陆了央视纪录频道 成为吉林纪录的重要品牌 那你知道这纪录片叫啥名吗 A 过年 B 关东酒市 我选择A 过年 非常棒 回答这个 说书 唱戏 劝人方 在东北二人传的剧目当中啊 劝人向善 传递美德的剧目占了很大一部分 那么下面的剧目当中 哪个是劝人遵守孝道 善待老人的呢 A 不知现断岸 B 马前泼水 我选择B 马前泼水 告诉大家遵守孝道 孝敬老人的 这个二人传是 A 无知现断岸 所以由于再次势力 我们给我们的吉大米博士 再加一分 来继续听题 满足有一种传统的明天舞蹈 动作的特点是 一秀于鹅 反一秀于肺 两个人的相对而舞 这是什么舞蹈呢 A 莽氏舞 B 茶马舞 我选择A 莽氏舞 这个茶马舞是蒙古族的一个舞蹈 而且茶马舞是需要戴着面具的 所以满足莽氏舞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吉林大学马克思都医学院的 年轻漂亮可爱的李博士 7比2战胜了我们的绿胜佳人 我们的绿胜佳人 回答错得比较多这一轮 但是还是非常喜欢你 我就觉得这个自信热情非常好 谢谢你的参与一条 不离甲蓝石宝石项链送给你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怕不怕 怕 我觉得你是有种勇往直前的劲儿的 但是还是想试一下 好的 准备 3 2 1 再见 这一轮我们的女博士 这干净利落 将我们的绿胜佳人 快刀斩于马下 先送一个礼物 选择一下 1 2 4 我选择1号 你可以获得的是由 奈忧臣为你提供的 精美护肤品一道 送给你 我们的小美女 你的挑战之路可要开始了 刚才是被挑战 现在主动权在你的手中了 现在舞台上两位选手 爱在吉林和书伴我行 你先选谁 我先选书伴我行吧 那我们认识一下书伴我行 大家好 我叫李莹 来自吉林长春 现在是长春市新华书店的 一名财务人员 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 讲述我们的故事 新华书店我们可是从小 对 旧耳如木染 卖卡通书 新华字典 字典的一些学习的教辅的材料 对对对对 都是去新华书店的 现在也依然是这样 我们所有的资料都特别全 来自于新华书店的李莹 她其实在工作当中 真的是获了很多的荣誉的 她那连续十年 在公司的业务技能打赛当中 获得了一等奖 而且全国授书连续操作项目 这个有点专业 就一会儿你给我们讲 什么叫全国授书连续操作项目的第一名 啥意思 而且在新华书店连续八年被评为了先进工作者 优秀歌人 2019年还是咱们长春市 武艺劳动奖章的获得者 这个是很难的 我特别想知道的那点 就是刚才我说到那个专业 特别想的那种 售书连续操作这个项目呢 包括扫描图书 开发票 找零钱 以及给图书打包 这是一系列的动作是吗 对一系列的 这个比的是什么 速度吗 它在各个环节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呢 看谁的视频是快 你的最好成绩是谁啊 我最快的记录是30本图书 整套操作是一分钟之内完成 不到两秒钟一本 简单于 真的是苦练出来的 对 能够为公司取得荣誉 我觉得非常骄傲 其实能够看得出来 他在生活当中 是那种做事非常认真细致 甚至有点较真儿的人 是不是 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够把你所遂的工作 做精 做好 好 值得我们佩服 在平凡的岗位上 为我们树立着榜样 好 谢谢书斑我行 来到我们今天的赛场上 接受我们今天 女博士的挑战 怎么样 有信心吗 有 心中有爱 眼里有光 你不知道的吉林 我来了 好 由心二位 入手答题区 二位选手请准备 首先来抢夺 优先答题权 三 二 一 开始 这里有我们的书斑我行 优先答题 二位选手请准备 答题开始 吉林省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气温 降水 温度等等 都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和地域差异 年平均降水量为400到600毫米 请问境内哪个区域的降雨量最为丰沛呢 A 西部 B 东部 我选B 东部 回答正确 吉林省有一种生长于珍西火山岩地区的大米品种 因富含某微量元素而备受百姓喜爱 该微量元素具有抗重金属的功能 被科学家称为生命之火 请问该微量元素是什么呢 A 点 B 锡 我的答案是B 锡 回答正确 东北方言当中劲儿劲儿的是用来形容什么呢 A 力气很大 B 精神头很足 我选B 精神头很足 正确 长白山一带伐木放台的历史悠久 形成了深厚的木棒文化 其中放头一棵树叫开具 请问为了保证这一季都能够顺顺当当地平安无事 通常头一句要选择怎么样呢 A 顺山岛 B 横山岛 我选择A 顺山岛 回答正确 顺山岛 那个辣白菜虽然跟酸菜有一曲同工之妙 通常也会选择在秋季的时候开始腌漬 然后进行让它发酵 好 所以很遗憾 你的答案是B 给我们的青春女博士加上一分 下一题 请问敦化的金鼎大佛坐落于哪座山上呢 A 七星山 B 六鼎山 我选择B 六鼎山 那么回答正确 下一题 张凯莉是吉林省著名演员 她在一部电视剧中饰演的刘慧芳 深受好听 该剧也是我国第一部家庭室内剧 请问这部剧的名字叫做什么 A 渴望 B 编辑部的故事 我选A 渴望 回答正确 关马熔洞是吉林最大的地表熔岩洞 大约形成于三亿年前 洞内的景物巧夺天宫 你知道它位于哪座城市吗 A 长春市 B 吉林市 我选择B 吉林市 吉林市 回答正确 请看图 图中的这座火车站 始建于1899年 是长春历史上的第一座火车站 那么请问你知道它的名字吗 A 宽城市火车站 B 孟家屯火车站 我选B 孟家屯火车站 很遗憾 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是宽城市火车站 宽城市火车站的旧址 位于长春市凯原路 它的建筑 我们可以看过于那种俄式的风格 1932年的时候 长春铁路北行改由东侧出站 此车站也随之关闭了 然后孟家屯火车呢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长治平站 下一题 林绍华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 现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1952年出生于吉林九台 毕业于吉林大学的日文系 请问以下哪部作品是他所翻译的呢 A 原式物语 B 挪威的森林 我选择B 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 回答正确 哇 所以抢上比分来到了7比3 又是一个大比分呢 来 我们今天的来自于新华书店呢 我们非常认真严谨的工作人员 直不于此 但是不遗憾 对不对 以后有机会到新华书店 还会看到你啊 好的 好的 来 一条布里甘蓝石保持项链送给你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3 2 1 拜拜 再见 两人答题过后啊 脸上的表情也轻松起来了 自信了很多 自信了很多 有点像你那个选美赛场上了 对对对对 2号 4号选一个 我选择4号吧 这一轮就是送给你 我们吉林省柳立粮食有限公司 提供的大米姐夫习优米 送给你 没得选择了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场上的最后一位选手 爱在吉林 大家好 我叫王学东 我是长存鼎序商榜有限公司的 销售经理 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站到这个舞台 是我一个心愿 今天得场所愿 在这里 我会跟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切磋 一起分享吉林知识 爱在吉林 爱在你不知道的吉林 你知道吗 梁楠 我一直听说 咱节目有个铁粉 铁粉 就是他 就是这位 终于我对上了 是不是 是 就是咱们节目 每一期都看 而且对于题目啊 选手啊 都如数家珍的 印象很深的 就是有一期 那个全满贯选手 大满贯的 对 财宝月 他是那个 潘长江老师的徒弟 他是个二人转演员 对 他当时叫小赵王啊 我一直也想成为 他那样的全满贯选手 就应该让你 第一个站在这儿 你才有大满贯的机会 是 其实我对咱们节目 应该说铁粉的概念 甚至比铁粉还要深 怎么说这个铁粉 特别想听听 因为我从事工作 是销售工作嘛 平常属于自己的 业余时间比较少 但是我会把我 更多业余时间 留给我们节目 无论我们节目 哪期播放 我都会看 即使错过了直播 我会看重播 重播错过了 我会看网上在线的播 谢谢 在这个过程中 我真的会感觉到 我们这个节目 真的很好 首先我们有一个 非常优秀的创作团队 有两个非常优秀主持人 美丽大方杨可欣 请 我就不用说了 虽然你一个中年来时代表 律庭律力的梁南 律智博学的梁南 律智博学 所以说 而且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一直承担着 我个人认为 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 展现我们吉林的家乡的美 山水 文化 人文和我们历史 而且我觉得 这个节目 对这个广大观众 有很好的一个吸引在哪里 就是说 你到你不知道吉林节目来 你会知道很多 那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因为你每期都看 你更多的 一定是在关注答题 是不是 是 你觉得你对于答题 这方面有信心吗 你比较喜欢 答哪类型的题呢 其实严格从这个知识角来说 我很喜欢就答 就是说历史类 或者是地理类 但是其实从我所 的确了解的时候 应该更多是 吉林本地的相组知识 因为我觉得 这个可能跟我们节目所 宣扬的一个宗旨 应该是吻合的 所以这个节目非常吸引我 不管他所擅长的 或者说他现在 所掌握了解的是 哪一方面比较擅长 他如果看咱们节目 已经一年多了 如果从头看到尾啊 那对咱们吉林的方方面面呢 应该说是撩如心掌 你都属于大拿级的了 从2019年7月12号 你们开播第一期 9点半我开始看 行了 快别说了 给我们小美女 减轻点压力吧 我们这位美少女博士 在台上面答题的表现 她答题的表现能力呢 好像没有太显露出来 但是运气很好 运气不错 面对她今天高光时刻的运气 你有没有信心战胜她 有过往征程 承盘喜悦 扬帆启航 载玉归来 你不知道吉林 我来了就不走了 好的 希望你一直在这里 对 我一直关注我们节目 就相当于回到家来一样 所以是不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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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支持 太棒了 真的 来 有请 有请二位 步入大地区 先抢优先答题权 三 二 一 开始 我们的爱菜吉林啊 率先答题 二位选手做好准备 答题开始 吉林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啊 少数民族众多 那吉林省到底有多少个 民族自治地方呢 A 4个 B 6个 A 4个 一个是一同满族自治县 对 前郭尔德斯蒙古族自治县 对 蒙古族 延民朝鲜族自治州 对 还有一个是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对 两个朝鲜族 一个蒙古族 一个满族 对 四个自治县 为达正确 以展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 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 近现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为主要内容的东北沦县史陈列馆 它位于吉林省的哪一个博物馆内呢 A 维满皇宫国务院 B 吉林省博物院 我选择A 维满皇宫国务院 回答正确 中国长春电影节创办于1992年 是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举办的 就国际性的国家级的电影节 请问长春电影节几年举办一次呢 A 一年 B 两年 B 两年 没答正确 请问东北话当中破闷是啥意思呢 A 搭讪 B 猜谜语 我选择B 猜谜语 正确 五人月饼啊 是东北人喜爱的月饼口味之一 你知道五人月饼里面的青红丝 一般是用什么制成的呢 A 苹果条 B 橘子皮 B 橘子皮 回答 进去 我们这个年代都会 那你知道刚才放的这个电视剧啊 它是在咱们长白山皮剧拍的啊 看看白雪矮矮的 它是哪个电视剧呢 A 射雕英雄传 B 雪山飞狐 我选择B 雪山飞狐 狐匪嘛 是吧 男主人公 没答正确 全国唯一已培养光学人才为目标的 普通高校 是唯一长春市的哪所大学呢 A 长春理工大学 B 长春工业大学 A 长春理工大学 正确 吉林大帝有厚重的京剧文化底蕴 请问呢 在1904年 是哪一个吉林人在吉林市创办了 中国京剧史上的第一家京剧科班 A 班士超 B 牛子厚 这条题我选择B 牛子厚 牛子厚是咱们吉林省吉林市的一个富商 他曾经创办了一个京剧科班 就叫做喜莲城科班 培养了像梅兰芳好多的京剧大师 所以是正确的 在吉林省的西北部啊 湿地湖泊众多 比如说松原市的茶干湖 蒙古语的意思就是白色圣洁的湖 而在白城市的阵来县呢 还有一处同样可以冰湖藤鱼的湖泊 它蒙古语的意思是黑色的水泡 那你知道这是哪座湖泊吗 A 哈尔闹 B 月亮泡 A 哈尔闹 哈尔闹 你来点去 在长白山海拔 1500到1800米处呢 分布有一种名药 草葱龙 可以全草入药 请问它也被称为是什么呢 A 布老草 B 金雪草 我选择A 布老草 回答正确 布老草 寿山仙人洞呢 是一处天然的溶洞 据考证 数距今两万年之久的旧石器时代 晚期文化 那请问这处遗址是在哪里呢 A 柳河县 B 化电室 B 化电室 回答正确 吉林省某地的木金属圆景储量 可达到130万吨以上 所产的木金矿杂质少 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好的木金矿之一 可应用于钢铁工业和医药业 那这是哪里呢 A 书兰式 B 德惠式 我选择A 书兰式 回答正确 激烈了啊 现在六个队战品 太激烈了 两个人都没有送分 对吧 这回可不是运气了 所以刚才那两个人家女国是胜出 也都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啊 最后一题 他曾经任吉林大学哲学系的主任 吉林大学副校长 1956年26岁的时候 被邝雅雅校长 过格提升为副教授 请问他是谁呢 A 逻辑组 B 高青海 B 高青海 为什么这么兴奋 为什么这么肯定 知道答案这个 拿下的意思 拿下的意思 他的答案是 正确的高青海 恭喜爱在激里 不愧我们的铁粉一枚啊 好不好 我们女节事业别掉落了 好不好 中国是太棒了 一道题都没有答错 来 两个人都下来好不好 来 怎么样 我们的铁粉感觉如何 达得太少了 不过瘾吧 参与这个节目 我们会得到更多知识 也会获得更多欢乐 所以我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都到我们的节目来吧 对 不光是生活欢乐 还有你的奖品 香港华演技 为你提供的精美护物品 还有你们两个每个人 都可以得到一条 敦化富丽橄榄的宝石项链 谢谢 谢谢 这些我觉得其实物质上 可能都是一时的快乐 但是更长远的 是我们对于家乡的爱 我觉得这个是永存的 没错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 王学东先生 我们这个节目的铁粉的态度之下 能够号召出更多的朋友们 来走上我们的舞台 感受我们这个舞台 和我们这个大美吉林的魅力 是啊 那感谢选手 感谢观众的同时 更要感谢我们的冠名方 吃鸡肉选德祥 来自于黑土地上的绿色食品 谢谢吉林德祥集团 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 谢谢 吉林全是聊脑力大笔听 你不知道的吉林 你不知道的精彩 我们下周再会咯 拜拜 来回回首 拜拜 全程汉服之美 精彩的新生 你不知道的吉林 我来了